到全家结账 扫APP条码累积点数 是很多人的日常 现在全家还有新动作 电子支付战场 又增加了新的胜利军 由全家玉山银行 加上PC Home旗下的 拍复国际组成全银支付 不止如此 全联也成立全支付 要来抢工市场大饼 全银支付资本额7.6亿元 全联则是投入超过5亿元 两家各自拥有高达 1300万700万会员的人数优势 两家大咖进入电子支付市场 未来也增添更多新话题 全银支付和全支付 加起来共有超过2000万的会员人数 台湾电子支付一哥 接口支付则有442万用户 二哥LiPay 一卡通则有352万 在新对手加入后 恐怕要陷入冠亚军保卫战 从我们自己LiPay来看的话 我们是很乐观在看待这整个成长 因为每年不管是在用户的部分 或商店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是 每年都是一个稳定的成长 台湾目前共有5家专营 以及23家兼营电子支付机构 使用人数已经高达1315万人 在全家和全联加入之后 也正式宣告台湾进入 电子支付的战国时代 三立新闻 于城湖 吕培君 台北采访报道 三立新闻